恩恩事件新北市的SOP被批評是有問題 那侯友宜甩鍋中央說是按照中央的制度 還搬出中央說沒有延誤就醫這個說法 那院長怎麼看 每個生命的消失我們都非常遺憾 尤其孩子是父母心中的寶貝 父母要了解真相是一定的道理 我們相關可以看出來所有的應該給的資料 通年紀錄都應該完整的給予指揮中心 過去依新北市政府提供的資料做判斷 現在如果有新的完整的資料可以重做檢討 相關的這一些應該把它做到更好 讓孩子讓所有的國人同胞都得到更好的保護 該公佈的就要公佈 該檢討的就要檢討 那在京新維藝電視 京新維藝電視台視三立民視自由東森公事要詢問 警政署長陳佳琪突然宣佈提前退休 那院長知道這件事嗎是否有胃流 那外界有說有政治力介入是否屬失 那接下來會由誰來接任以及新北綱爆出警戒集體貪污 那署長這時候立辭成會不會讓人覺得想逃避史上最大的警戒貪污弊案 任何人士有變動就會向外界做報告 那民視跟議員是要詢問國民黨近日狂打黑心快篩議題 那講話要更批評蘇院長沒有肩膀不負責任 那院長的回應 無論是疫苗或者快篩四劑 事關國人的健康 政府一定嚴格把關 如果有要申請緊急使用EUA 食藥署都會依現行規定 確認其安全性有效性才會核准 如果制度還有什麼要檢討才能更完善 都會隨時檢討 好那在金新聞要詢問院長之前有說過羅智政委員是選新北的好人才 到時候相信會推出好人才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